《孟婷的黄昏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我从三岁时就被拐卖到李家 被取名为昭帝 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家引子 后来李家有了一对龙凤胎 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累赘 不仅要看养父母的脸色过日子 还时常被龙凤胎欺负、辱骂 尽管我成绩不错 但为了能继续上学 只能一边给妹妹李倩宇当伴 一边充当家庭教师和保姆 才勉强读到高三 我一直以为高考是我的出路 没想到在高考时 养父母按相操作 把我的成绩调换给了李倩宇 结果李倩宇上了名牌大学 而我连砖科都没考上 成绩出来后 李家大摆宴席庆祝 李倩宇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见我已经没用了 李家便把我扫地出门 只给了我一个破碗 像对待乞丐一样 让我去街头讨饭 李倩宇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名校录取通知书 得意地对我说 姐姐 这就是命 你这辈子只能捡我不要的 养父李傅立强则不耐烦地对我瞪眼 养你这么多年 不问你要钱就算好了 赶快滚蛋 就算死也别死在我家门口 弟弟李成多直接从屋里扔出一个烟灰缸 砸在我额头上 顿时起了个大包 看到你这穷鬼样就恶心 你别站在门口挡光 不然我就李成多摊在沙发上 满脸横肉 绿豆大的眼睛闪着胸光 我转身离开 却正好碰上前来为李倩宇道贺的程木白 程木白是我的青梅竹马 名义上的未婚夫 他小时候落水 是我救了他 他还一直跟大人说长大后要娶我 可当他提着精致的礼盒看到我时 立刻皱起眉 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 耻若声 你别指望我收留你 我们的婚事早就不作数了 我不可能娶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女人 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我走到街角 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症等着我 我的亲生父母从车里出来 看到我额头上的伤 眼眶顿顿时红了 我妈气得把手腕上价值百万的爱马仕包包扔到地上 若声 你何苦这么委屈自己 只要你说一声 妈妈立刻让他们一家跪着给你道歉 我爸冷哼一声 他们竟敢说 你穷 呵呵 我们家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我爸妈是两天前才找到我的 本打算直接带走我 但我却想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 我只想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妈 我要和李倩宇去同一所大学 那所顶级大学本来就应该是我去的 妈妈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问题 你舅舅正好是那所大学的校长 我点点头 坐上劳斯莱斯 回头看向李倩宇家的方向 那我们就军训见吧 真是冤家路窄 军训报道那天 我就遇到了李倩宇 他打扮得花枝招展 身边围了一群人 不停地炫耀自己成绩优异 当他自豪地说出自己高考考了七百分时 所有人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眼里满是羡慕和钦佩 我冷笑一声 这个李倩宇真够不要脸的 拿着我的高考分数还敢这么炫耀 就在这时 李倩宇突然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但他并不是冲我来的 而是走向了替我报名的学姐车韵威 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 热情地对学姐说 学姐好 我叫李倩宇 是这届的新生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 一直特别想认识您 他还在继续说着 车韵威已经不耐烦地打断她 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要带我的学妹去办报道手续了 李倩宇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我在一旁看得好笑 李倩宇最喜欢的就是八戒强者、欺负弱者 车韵威在学校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正因为这样 我爸妈才选择她来照顾我 当然 车韵威也巴不得能和我爸妈攀上关系 这对她未来的前途大有好处 所以 一路上她对我特别殷勤 李倩宇的视线落到我身上 她立刻瞪大眼睛 震惊地失声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车韵威这才收起不耐烦的神色 小心翼翼地问我 若生 你认识她? 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她是之前养我的人家的女儿 后来她们把我赶出来了 车韵威多少也听说过我的事情 听到这话后 她看向李倩宇的眼神立刻充满了鄙夷和嫌弃 还默默地又往旁边挪了一步 李倩宇还沉浸在震惊中 过了一会儿 才带着厌恶说 你真不要脸 高中时当我的陪读 到了大学还想当学姐的陪读 车韵威差点一口水喷出来 看向李倩宇的眼神就像在看个蠢货 偏偏李倩宇还以为自己猜对了 赶紧讨好地说 学姐 她身份低贱 不如换我来当您的陪读吧 我什么都能做 车韵威紧张地看向我 我朝她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要透露我的身份 如果李倩宇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可就没意思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 李倩宇欠我的 我要她千百倍地偿还 车韵威没有说出我的身份 只是冷淡地拒绝了李倩宇 李倩宇很不满地离开 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她心眼比针尖还小 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放过我 果然 才不过半天 我的照片就被李倩宇传到了表白墙上 她先是晒出了我的高考低分数 然后又说我曾是某家贫穷的佣人 最后还暗示我通过走后门当陪读 才进了学校 瞬间 我成了全校的笑柄 所有人都用有色眼镜看我 指指点点 车韵威气急败坏地跑来找我 愤怒地说她太恶毒了 而我却不觉得生气 反而有些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我的计划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韵威学姐 我想请你在表白墙为我澄清 但不要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你只需要说我是一个发了财的爆发户就行 车韵威犹豫了一下 劝道 那分数根本不是你的 只要你说一声 董事长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我摇了摇头 不需要解释分数 谁拿走了我的分数 就应该由谁亲自归还 我要让李倩宇亲口承认 那部分分数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其他任何人说的 我都不会接受 虽然她不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 但还是立刻去澄清了 车韵威爱李倩宇 真是让人发笑 持若生学妹资产上益 让她当我的陪读 简直不配 车韵威在校园里的声望 非李倩宇可比 瞬间李倩宇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 资产上益 在你家当佣人 你们还付得起工资吗? 刚入校就搞出这种幺蛾子 分明是欺负人 把我们当枪使 别污蔑韵威学姐 陪读制度早就灭亡了 凭你这样的品德 谁知道你成绩是不是自己辟的 大家不要信她 别冤枉好人 然而这些都不是李倩宇最关心的 她此刻正立声质问我 这么多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故作惊慌地遮掩说 没什么特别的方法 这种态度更加让李倩宇相信 我真的有某种方法能迅速搞到上意 她立刻变了脸色 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撒娇说 姐姐 你告诉我吧 你对我最好了 我差点忍不住吐了出来 但脸上还要装出被感动的样子 健壮 李倩宇的眼中闪过几丝讥笑 脸上却更加卖力地掩着 继续央求我 快告诉我 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 我假装犹豫了几番 最终咬牙说 告诉你也没用 他们只要高考分数低于三百分的 说分数太高 思维定型 没法培养 那些都是书呆子 李倩宇一下愣住了 狐疑地问 真的吗? 我笑着回道 我骗你干什么? 不然我什么都不会 他们为什么看上我? 说完我在心里冷笑 当然是假的 高考分数越高 才说明 思维越敏捷 也只有李倩宇这种 上课都没认真听过几次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说辞 接着他追问 具体做什么? 我装作无所谓地说 当练习声唱歌 到时候出道 李倩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可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李倩宇沉思了很久 最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并不意外 他就算再蠢也会怀疑我的话 不过 金钱的诱惑太大 他迟早会失去理智 更何况我的计划已经展开 明晚的军训欢迎晚会才是我计划的高潮 还没到晚上 整个学校就沸腾了 因为著名歌星林温被特别邀请来为学生演唱 偶像要来 大家都激动得不行 纷纷排队领取入场票 队伍排得很长 好不容易轮到我 结果发现派发票的竟然是陈木白和赵清怡 一个是我之前的未婚夫 一个是我曾经的好闺蜜 但那是在我没看到他们俩躺在一张床上之前 现在他们什么都不是 我正好排在陈木白那对 他瞥了我一眼 愣住了 然后眉头立刻拧成了结 赵地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偷偷跑来找我的 我无语地看着他 他却把我的沉默当作默认 语气变得不耐烦 你能不能不要再死缠烂打?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你根本配不上我 这地方不是你能来的 赶紧走 不然我要叫保安了 赵清怡连忙附和 木白 你别生气 朝地他可能情难自禁 我能理解 程木白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太善良 你把他当朋友 他却总辜负你的好心 真是不知好歹 说完还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真是快要被气笑了 我一句话没说 他们俩倒是把一出戏唱完了 赵清怡又瞥了我一眼 笑道 赵地 这票我请你吧 虽然才两块钱 但对你来说 恐怕也是不小的开销 我正准备掏出几打百元大钞甩在他脸上 让他看看到底谁是穷鬼 就在这时 一只修长的手拦住了我 递给我一张票 早就给你买好了 最好的位置 不用排队 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穿着红色球衣的高个子男生 背后印着数字 一见到他 赵清怡瞬间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少女般的羞涩神情 随即用极度的眼神看向我 我对上男生的目光 冷冷说道 两位演完了 我得声明一下 我不叫赵地 我叫池若生 而且你们要是在乱污蔑我 可别怪我不客气 最后我补了一句 你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一个普通男 一个绿茶女 男生忍不住笑了出来 赵清怡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 橙木白愣了一下 忽然失态地问 持若生 你就是韵威学姐说的那个资产上亿的人 赵清怡的脸瞬间苍白 她刚才还在说我为了两块钱的演唱会票发愁 橙木白的眼中则泛起几丝亮光 我冷笑道 是我 但这和你没关系 橙木白的脸也变得惨白 表情尴尬 我转身离去 那个男生一直跟在我身后 我终于转过身问 你是谁? 有事吗? 男生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初次见面 我叫顾云生 我顿时呆住了 这位可是我真正的未婚夫 早在我被拐走之前就和他订了娃娃亲 双方家庭都很重视这个承诺 所以即使我被拐走 这门亲事也没有取消 更关键的是 据说他非常守身自爱 每次有女人缠上他 他都会以以有未婚妻为由拒绝 进去吧! 男生见我愣住 忍不住笑道 进场后 我发现自己的座位果然是全场最好的位置 但也因此引来了麻烦 演出进行到一半 林温忽然表示想请观众一起合唱几句 而我的位置太显眼 被选中的几率很大 这时 李倩宇突然挤到我前面 不耐烦地命令道 我要坐你这里 他依然像以前一样使唤我 把我当成丫鬟 我冷冷一笑 只回了两个字 不换 他愤怒地推我 但顾云生忽然挡在我身前 神色冰冷 李倩宇不敢再动 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声音却软了下来 姐姐 让给我做 好不好 我笑着说 换可以 要二万 李倩宇倒吸一口气 虽然他自诩财大气粗 但这两万对他来说仍然不是个小数目 眼看林温要开始抽选学员了 李倩宇咬紧牙关 狠心投了两万进去 得了钱又怎么样 如果我被抽中 那才叫风光 他讽刺地说道 我和顾云生向外走去 李倩宇则兴奋地坐了下来 已经开始幻想 待会儿自己将有多么风光 这时 短发女孩停下脚步 突然 林温叫到了我的名字 并邀请我上台和他一起演唱 李倩宇的眼神像独针一样猛地刺向我 充满了震惊和愤怒 歌曲结束后 林温夸我唱得不错 还说我很有天赋 让我待会儿找他 他会指点我一些技巧 这下全场都沸腾了 得到林温的指导 那可真是天大的好运啊 刚一下台 李倩宇就冲过来质问我 为什么林温对你这么偏心 我冷冷地回应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李倩宇满脸地不信 因为在他心里 没有人比他更有天赋 所以 当我进入后台时 李倩宇也悄悄跟了上来 我微微一笑 鱼儿上钩了 林温正在后台等我 一见到我就笑着说 你唱得越来越好了 看样子你很快就能出道了 我连忙感谢他 又问 最近有新人表现特别突出吗 林温摇了摇头 放心吧 没有一个比你更有天赋 不过 你确定要读这个大学吗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练习上 不出一年 你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就在这时 后面传来一声响动 像是有人摔倒了 我和林温对视一眼 他接着说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注意给你增加曝光率 对了 刚刚又给你打了一亿 那是你唱歌的分成 林温行程匆忙 和我聊了几句后 就离开了 随后 藏在连后的李倩宇突然冲了出来 满脸兴奋地说 持弱声 我决定了 我要去当你说的练习声 我看着激动的李倩宇 说 可你的高考分数那么高 人家未必会要你 李倩宇的表情瞬间按了下来 烦躁地在原地躲了几圈 看着他焦躁的样子 我轻轻叹了口气 要是我的分数是你的就好了 李倩宇突然顿住 像是想到了什么 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说道 咱们把分数换回来 就说当初是搞错了 我急忙甩开他的手 着急地说道 那怎么行 那样我就不能出道了 李倩宇的眼中闪过一丝恶毒 但很快他又哀求似地说 持弱声 就当是报答这么多年我家对你的养育之恩吧 好不好 这是最后一次 你一定要帮帮我 他纠缠了好久 我才勉强答应道 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先在全校公开我们的分数 是你爸妈调换的 否则我不同意 李倩宇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咬牙答应了 行 我明天就上表白墙发帖 李倩宇走后 我给林温发了条消息 搞定了 谢谢二哥 没有人知道 林温其实是我的亲二哥 听了我的经历后 他就一直想替我教训一下李倩宇一家 所以当他听到我的计划后 立刻从国外飞回来 帮我忙 我知道 明天学校一定会大乱 军训第一天 学校就炸开了锅 李倩宇在表白墙上公开承认 自己和持弱生的高考分数是被父母按相操作调换的 自己的真实分数只有106分 我就说他天天炫耀 分数怎么可能那么高 这下脸疼不疼 前几天还在炫耀成绩 现在就被打脸了 因为动静太大 甚至惊动了学校高层 由于影响恶劣 学校立即派人调查 李强听到消息后 立马赶到学校 见面就给了李倩宇一巴掌 你个蠢货 你要死就自己去 别祸害我们 赶快去澄清 李强的怒吼声在整个军训厂回荡 李倩宇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听见他的话后不屑地说 读书能挣几个钱 等我出道当明星 日进斗金 比你们都强多了 李强捂住心脏 立声问 谁告诉你 要去出道的 李倩宇甩了甩头发 我才不说 免得有人跟我争 李强差点被气晕过去 这时 学校官方突然发布通知 取消了李倩宇的学籍 并且特意修改了我的分数为正确成绩 军训结束后 李强突然找到我 送了一袋零食 当时 赵帝 当初爸妈不该那么急着赶你走 让你受苦了 他还特意挤出了几滴眼泪 我对他的殷勤视而不见 冷冷地说道 我不叫赵帝 我叫池若生 李强连忙改口 语气中带着讨好 你弟弟对他的高考成绩不满意 所以决定回学校复读一年 你看你成绩这么好 能不能回来辅导一下弟弟 你妈已经把房间都准备好了 我目光冷冷地看着李强 心中充满厌恶 他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 见我不回应 李强又继续说道 这样吧 这个大学也不好 不如你也复读一年 考个更好的大学 我听倩宇说 你再给别人做陪读 这太委屈你了 不如你也回来复读 爸妈专门找人伺候你们 我冷笑一声 原来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吧 不用想我也知道 肯定是李成多嫌学校不好 不愿意读书了 李强看我还没说话 便打算用之前的伎俩 再次把我的分数和李成多的分数调换 过往的痛苦记忆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 李强在大冬天只给我穿一件单薄的衣服 还把我踢进冰冷的河水里 李倩宇用烧红的针戳我 还恶毒地想把我的嘴缝起来 李成多则以欺负我为乐 不论在家里还是学校 我都要忍受他的霸凌 这一家人各个心肠恶毒 如果就这么放过他们 我怎么甘心 光是一个李倩宇远远不够偿还我所受的痛苦 我要让整个李家为拐卖我的罪行付出代价 我看向李强 笑了笑 好啊 不过我想在军训结束后再说 你先让他来找我吧 李强听后大喜 连忙点头 好好好 我立马让他来找你 到时候你们一起回来 我眼中闪过一抹狠意 这次军训 我会让你们一家彻底栽跟头 次日的军训项目是射击 听说这是今年特别增加的项目 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 射击是我最大的爱好 那段被接回去的日子里 我几乎天天都在学习射击 拿起枪 熟悉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 教官讲解完基本动作后 让大家自由练习 话音刚落 赵清怡就猛地把枪扔在地上 揉着胳膊 抱怨着这破枪怎么这么重 立刻有个舔狗式的男生上前献殷勤 夸赞他扔得好 说练了这么久 只有那些皮厚的人才会死抱着枪不放 我女神这么娇弱 当然该好好休息 这番话一出 本来跃跃欲试的女生们脸上纷纷露出尴尬的神色 我不屑地笑了笑 绕过她们 拿着枪直接趴在地上瞄准前方的靶子 三十米的距离并不算远 我第一枪打出去时 嘴角微微上扬 因为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 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射击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数据还没回来 我干脆趴在地上 一枪接一枪地打 其他人都被枪的后坐力搞得不断后退 但我始终窥然不动 渐渐地 四周安静了下来 我回头一看 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我 学生们揉着肩膀 有几个教官坐着看 甚至还有人站了起来 教官接过报数原地来的成绩单 瞪大了眼睛 声音有些颤抖 同学 你是射击队的 不对啊 射击队里没有女同学呀 那你以前学过射击? 我点点头 说学过一点 教官兴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同学 有兴趣加入射击队吗? 我有些惊讶 这个射击队我听说过 是学校今年特别打造的王牌项目 连教官都是正儿八经的军队军官 训练严格 一切都按照军队标准来 训练结束后还会直接授予优秀士兵称号 但入队标准非常苛刻 选拔也不面向所有学生 都是秘密筛选 最重要的是 这支队伍里似乎不收女生 教官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 笑着说 之前不收女生是因为觉得女生体弱不能吃苦 刚刚我看了 你的身体素质比大多数男生都好 完全没问题 说完 他还瞥了一眼刚刚拍马屁的男生 冷哼道 有些男生不自己好好锻炼 还拖着女生下水 你可比他强多了 这话一出 那个男生脸瞬间涨得通红 满脸羞愧 我微笑着同意了教官的邀请 他顿时高兴地说 好 待会儿我让队长来带你入队 等我回去时 看到一群人正围着赵清姨 他哭得眼圈红红 委屈地说 教官肯定不喜欢我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身体本来就弱 立刻有些人看不下去了 阴阳怪气地看向我 说 有些人就是爱出风头 不过也能理解 山里出来的穷人 就算成了暴发户 也改不了乡下人的习性 他一说完 不少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一言不发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完全没有和他争辩的欲望 因为那太掉价了 耻若声 有人叫住了我 我转过头 是晒得脸微微发红的橙木白 他说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不是因为我没有娶你 而是因为我选择了清姨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可以冲我来 别把清姨牵扯进来 他柔弱胆小 你会吓到他的 我差点被气笑了 这人脸皮真厚 橙木白说完又叹了口气 耻若声 我知道你本性不坏 是我逼你变成了今天这副不择手段的样子 我也有责任 这样吧 你答应我 以后要心怀善念 别为难轻疑 我也答应你 以后不会再嫌弃你 也不会故意躲着你 我们各退一步不好吗? 橙木白似乎觉得这是天大的恩赐 脸上竟是一副我占尽便宜的表情 我轻笑一声 问他 橙木白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橙木白点了点头 那次他落水 使我拼命救了他 我一字一句地说 如果当时我知道救的是个畜生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淹死你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橙木白的脸瞬间变得苍白 神情十分难堪 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心里的恨意才稍稍平息 我看了看地上的赵清怡 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病脚 说 自己的狗看好 别随便放出来咬人 下次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赵清怡的脸色瞬间苍白 正准备说些什么 视线忽然转向我身后 痘大的泪珠又滚了下来 我回头一看 发现是顾云生从我身后走来 他很自然地把手肘搭在我肩上 打趣道 这么多人欺负你一个 你不知道叫救兵吗? 赵清怡立马迎上来 眼里含着泪光 柔声道 云生哥哥 我手腕疼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衣物室? 说完还扭了扭自己的手腕 叫声英宁 成木白想要帮他揉手腕 却被赵清怡躲开了 赵清怡满含柔情的目光 一直盯着顾云生 成木白的手落空 神情变得不可置信 我翻了个白眼 说 手腕疼又不是脚疼 难道他是用手走路的吗? 顾云生淡淡地拒绝了他 不好意思 我还要带若生去入队 时间紧迫 你可以找其他同学帮忙 还有 我们不熟 别叫我哥哥 赵清怡的笑容僵在脸上 随即又转头看向我 眼中充满了嫉妒 赵清怡只好退而求其次 对成木白说 木白 带我去衣物室好吗? 没想到 成木白冷冷地拒绝了他 我有事 先走了 赵清怡接连被拒绝两次 眼圈更红了 他环顾四周 却发现 刚才还对他献殷勤的人都在回避他的目光 赵清怡恨恨地跺了跺脚 不甘心地走了 我盯着顾云生 调侃道 你怎么总能在我被刁难的时候出现? 顾云生笑了笑 说 也许这是天意 让我来保护你吧 我诧异地看向顾云生 阳光洒在他身上 但他比阳光更耀眼 正当我跟着顾云生去入队时 李承多给我打了电话 谁呀? 顾云生问我 我嘴角微微上扬 但眼中没有一丝笑意 接下来这个电话 是要和我惩罚的目标对话 我接起电话 立刻听到李承多的咒骂 耻弱声 你是不是想找打? 为什么让保安把我拦在外面? 我可是进来了 你信不信我把这里弄得鸡飞狗跳? 我冷冷地回应 再多说一句 你就给我滚回去 那边的声音终于兴兴地停了下来 挂了电话后 我忽然转向顾云生 问他 一会儿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可以吗? 顾云生挑了挑眉 当然 你不问问是什么事吗? 我摇摇头 不用问 你照做就好 看到顾云生那认真的神色 我心里忽然感到一丝暖意 走到校门口时 我看到李承多正抖着二郎腿 嘴里叼着一根烟 看到我时 他吊儿郎当地站起来 满脸不耐烦 正要开口 顾云生忽然上前 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然后把他提起来摁住 随即就是一脚踹向他的胸口 疼得他脸色发白 虽然大愁未爆 但此刻我只想狠狠揍他一顿 痛快淋漓地揍他一顿 李承多被打猛了 愤怒地大喊 昭地 你疯了 我冷笑着又给了他一拳 冰冷地说 还记得你以前怎么折磨我的吗? 你曾经把我摁住 逼我喝下滚烫的水 然后再让我吐出来 再逼我喝回去 你要不要也试试那种感觉 李承多的脸上露出了恐惧 显然他非常害怕我会这么对他 我打够了 这才让顾云生松开他 李承多愤怒地想扑上来 但我大声说道 来呀 你只要感动我一下 李家的财产你一分都别想要 和李承多相处这么多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这个人性格恶劣、自私贪婪 财产就是控制他的最好手段 你什么意思? 李承多果然停住了脚步 带着不满问我 你不会真以为李强是好心送你来学习的吧? 他如果真关心你 当初为什么要把我的成绩给李倩宇? 这个问题一直是李承多心里的痛 正因如此 他在家里对我更是恶劣 经常不高兴就对我拳打脚踢 你爸是不是告诉你 李倩宇被人忽悠去当练习生了? 李承多听了脸上露出疑惑 难道不是吗? 从他的表情看得出 他其实也有点怀疑 你恐怕不知道吧? 李强的公司现在资金周转困难 他们要卷款跑路 所以先把李倩宇送走 是怕到时候来不及 你不信的话 打电话问问李倩宇 他现在到底是在度假 还是在辛辛苦苦地当练习生? 李承多立刻掏出手机打给李倩宇 脸色越来越阴沉 我给李倩宇的地址是一个度假圣地 他将在那里享受最后的舒适时光 然后迎来最破败的生活 李承多挂断电话 愤怒地把手机摔在地上 咆哮道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骗我? 我微微一笑 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能解答你所有的疑惑 李承多立刻看向我 表情充满期待 因为你是他们拐来的 只有李倩宇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我是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偷听到的这个秘密的 我淡淡地说 当初我以为李强众女青男 所以选择李倩宇 但没想到李承多是拐来的 这就是他们疼爱李倩宇的原因 李承多的表情像是受到了重击 彻底愣住了 为什么明明给你取名叫昭帝 却总是对李倩宇更好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李承多的脸色逐渐僵硬 我继续说 李强把你送来这里 根本不是为了让你学习 而是为了甩掉你 我丢出最后一记重锤 李承多的脸上立刻充满了怨恨与愤怒 他相信了 我淡淡地笑着 这条鱼儿也上钩了 看样子 接下来的事会越来越有趣 李承多的脸上青筋抱起 眼里的怒火快要喷出来 我挑起他的下巴 凑近他说 现在有一个机会 能让你彻底翻身 得到李强的全部财产 李承多急切地看向我 问道 什么机会? 快说 我冷静地说道 和我合作 我要你设法拿到李强非法借贷的证据 还有公司的财务报表 然后亲手举报他 把他送进监狱 李承多听完后 立刻退后几步 脚下一滑 栽倒在地 他不敢 这可是他叫了十几年的爸爸 我不慌不忙 慢悠悠地说道 你不忍心就算了 反正到时候李强一家人跑路 留下的巨额债务都会落在你头上 你一辈子也还不清 花了十几年养个儿子 最后却替他们背债 这是真值吗? 说完 我拉着顾云生转身就走 等等 李承多立马叫住了我 我没有回头 李承多压抑而仇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和你合作 快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转过身 冷静地说 想清楚了 我要你亲手把李强送进监狱 一辈子都别想出来那种 李承多咬紧牙关 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恶狠狠的笑容 好 我早就知道他偏心 想害我 没门 我拍了拍手 笑道 不错 就是这个李 别急 过几天我告诉你 下一步怎么做 李承多不耐烦地催促我 快点 我要弄死那个老东西 我冷下脸来 急什么 等两天你就知道了 李承多也不敢再惹我 只能兴兴地闭嘴 李承多离开后 我看向一直在旁边盯着我的顾云生 问他 你觉得我很毒吗? 顾云生笑了笑 怎么会呢? 像我们这样的人 仁慈反而是最大的毒药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走吧 去射击队 他们的人都挺有意思的 射击队的气氛很好 尤其是看到我的射击成绩后 大家争着要任我当大哥 那天我正练习着 忽然被叫到辅导员办公室 赵清怡和我的室友何成双都在那里 赵清怡指着我 哭哭啼啼地说 老师 就是她偷了我的LV包包 我忍不住笑了 前天赵清怡确实喜滋滋地拿回了一个LV包 是很早以前就淘汰的一个款式 体面一点的贵妇都不会背 闲丢人 就她偏偏拿着当个宝一样 那个破包送我我都不愿意 为什么还要偷啊? 赵清怡做事的有证据 你凭什么说是我偷你的包? 我冷冷地质问赵清怡 赵清怡眼圈更红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那天我背了包 你还盯着我的包看了好几眼 分明就是起了歹心 我听别人说你的钱都被你输光了 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你肯定是把我的包卖了拿去抵债了 我深深无语 自从被曝出我有钱后 我身边就老是围上来各种各样的人巴结 为了省事 我干脆说自己的钱都被输光了 身边这才清静 没想到赵清怡还当真了 大概也怕没有说服力 赵清怡又指着何成双又说 再说了 这可是何成双亲眼看见的 不信你问他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何成双 何成双是出名的贫困生 平日里连瓶水都买不起 好几次都是我替他开的钱 在那群巴结我的人之中 也属他巴结的最厉害 天天跟前跟后 一听说我没钱后 平日里连个招呼都不愿意给我打 十分利己主义的一个人 何成双看了我一眼 然后立马信誓淡淡地说 老师 我看见了 是耻若生偷了赵清怡的包 我冷冷地看着何成双 何成双不仅不觉得羞愧 反而朝我得意一笑 我深吸了口气 开口道 老师 我没 辅导员一脸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行了 耻若生同学 不要说什么自己无辜的话来哄骗老师 不然大家为什么只冤枉你而不冤枉别人 我被他这个强盗逻辑说得无语至极 说完辅导员又软下声音 耻若生同学 你知道你爸妈都靠卖羊维持生活家境不容易 可就算这样也不应该动偷窃之心 你要知道 一旦留了案底 以后工作就基本废了 这样吧 老师也不为难你 你就造价赔偿赵清怡一个LV包就好 我爸妈的确靠卖羊发家 就算现在大半个内蒙都是我家的 我爸妈也常常调侃自己不过就是个卖羊的 所以入学第一天让田父母职业时 我田就是卖羊 没想到这辅导员竟然抽出来看了 我皱了皱眉 冷冷道 老师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你这样一锤子定死不合适吧? 辅导员深吸了口气 语气带上威胁 耻若生 老师也是为你好 你才刚尽孝 以后所有的贫困补助都要通过老师的手 你要是给老师增加麻烦 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我冷笑一声 这辅导员见软得不行 就来硬的了 老师没调查清楚 我绝不会认账 辅导员的脸色立马变了 赵青仪求救 似看向辅导员 辅导员回以一个安抚的眼神 而后一张怒气冲冲的脸对上我 看来气得不轻 你们先出去 辅若生留下 等人都走后 辅导员大喘着气咬牙道 辅若生 我实话告诉你 我知道包你没有拿 但是今天这个事情你认得认 不认也得认 像你这样的穷人 我有无数理由能将你开除 我盯着老师 忽然问 就因为他有个副校长的亲戚吗? 辅导员狠狠地拍了拍桌 怒声道 对辅若生 你今天要是不认 让我丢面 我上报院长 让你这书没法读 我笑了一笑 淡淡道 上报吧 我等着 正好我是校长舅舅亲手交到院长手里的 我也好几天没见他了 辅导员快要气疯了 他眼珠子转了几圈 奸声道 现在就走 辅若生 我非要让你这书读不下去 说完要拉着我 我一把甩开他 闲雾地说 别碰我 我自己走 辅导员顿时气得快要晕厥过去 一群人吵吵闹闹的来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本来脸色不好 但是看见我面容瞬间变得慈祥 还没等他说话 辅导员便冲到他面前哭诉道:"院长!这个学生不仅偷东西 而且还态度恶劣 拒不任长!" 院长顿时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他语气有点艰难 他偷了什么东西? 辅导员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他偷了赵清怡同学的刀杯包 原价五万 院长这个学生品行不端 将来肯定会对咱们院的声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我申请直接对他进行开除学籍处理 院长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下去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辅导员 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 这时辅导员又指着何成双说 这个同学已经亲眼看到他偷东西 我笑起来 我也一直在等着这天铁人五项比赛 并在两天后 在这期间我一直和顾云生在封闭训练 这两天我发现顾云生的体能非常强悍 虽然他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 但是体能却不逊于任何一个专业运动员 两天时间很快过去 铁人五项比赛开始 主办地点就在我们学校 因此学校里来了许多学校的人 原以为热度最高的会是比赛 没想到大家来问的第一句话都有关于我不是说你们学校有个小富婆吗? 我其实是专程来看史上最会打脸的学妹长什么样 我有点意外 我怎么忽然就出名了? 顾云生凑近我 将一些帖子发给我 清一色都是有关于我 原来是上次我被赵清怡挂上表白墙 然后车韵威出名打脸的事被人发到模糊上 这一发 不小心就火了 才两天不到 全国的高校都知道了我一个资产过亿的小富婆 所有高校生都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好奇 所有高校生都左顾右盼 努力寻找场内打扮富泰的女生 却对我视而不见 我站立在一旁 终于无奈地发声 别找了 就是我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我 上上下下瞅了一眼 齐齐倒抽一口凉气 不是说资产过亿吗? 怎么打扮得这么朴素? 这叫深藏不露 真正的有钱人都这样说 你们穷你还不信 看到她肩上的胯包每七位竖起 话说你们光看前就没发现人家长得特好看吗?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我拿出小镜子照了照 也许是最近营养得到改善的原因 自己皮肤变得油光水滑 就连毛孔都小了很多 倒是比从前还好看几分 当晚我回去后就发现一条新动态占据整个表白墙 那是一张我的图片 看得出来是偷拍的 但是很好看 图片的主题只有一句话 捕捉到最美笑话下面是无数的赞美 正看着 忽然听到赵清怡的冷哼声 我转过头 赵清怡愿毒的视线看向我 耻若声 你对程木白说什么了? 为什么她忽然不理我了? 我挑了挑眉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 说完我转身离去 赵清怡猛地将手里的东西砸在了地上 铁人五项比赛正式开始 此次的比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隆重盛大 据说是因为一个顶级富豪大力赞助了此次比赛 当比赛开幕时 我见到那个传闻中的顶级富豪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不是我老爸吗?可她昨天还说自己在威尼斯开幕时结束就是第一项越野比赛 所有人站在一条线上 枪声一声就往前冲 这个时候我的优势才体现出来 由于体能的原因 我并不觉得费力 跑得格外轻松 而其他人跑了几圈之后 明显速度慢下来 而我则是稳定地一个个超过他们 有几个跑在前面的男生瞠目结舌地看着我超越 他们本来已经疲惫至极 硬是咬牙在我后面追 当我超越最前面的顾云生成为第一后 围观的群众都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呼声 太牛了 真厉害 诸如此类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不绝 到最后几圈的时候 场面变成我一个人在前面跑 后面一大群男生呼吃着穷追猛赶 轻轻松松跨过终点红线 我双手撑着膝盖平缓呼吸 忽然有两瓶水同时递到我眼前 我抬起头 居然是成树白河 气喘吁吁的顾云生 成木白眼神变得深情款款 耻若声 这是一早就为你准备好的水 顾云生身上还带着余热 啼笑肉不笑 还是你自己喝吧 他喝我的就好 成木白瞪了眼顾云生 固执地将水往前递了一点 有股不依不饶的架势 我推开成木白的手 转而接了顾云生的水 成木白沉下脸 不满道 耻若声 我拿了一个上午 我斜眼看它 是我让你拿的吗? 成木白愣住 然后一副我很心的样子 我闭了闭眼 声音冷了几分 成木白 你还记得吗? 又一次 你忽然想吃蛋糕 半夜打电话让我给你送 大冬天我送到门口 你却不想离开床 而装作没有听见 我在门口等了半夜 第二天直接告烧 成木白的脸瞬间就白了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让你内疚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喜欢我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真的不喜欢你 你不要再做任何企图挽回我的事 真的令我很厌烦 成木白的身形摇摇欲坠 嘴唇紧紧抿着 没有一丝血色 这时我看到台上的老爸朝我几眉弄眼 口形示意我过去 我便走过去 老爸将我带到角落里 拍了下我的脑袋 听说你被欺负了 哪个不长眼地敢欺负我女儿? 我找他切磋切磋 我知道他不是说这碗 而是真起了这个心思 连忙道 不用 我都解决了 老爸见我不愿意 这才歇了心思 又大手一挥 要带我去改善伙食 学校唯一差劲的就是食堂 我挽着老爸高兴地去吃大餐 但是我没有想到短短一顿饭的时间 赵清怡又搞出了幺蛾子 吃过饭 我和老爸一起进场 没想到刚一进场 就有无数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 有好奇 有疑惑 更多的是恶心 成木白沉着脸走到我们面前 对着我爸说 林先生 您的席位在那边 我带您过去 我爸摆摆手说 没事 我和他多待会儿 成木白的脸色更难看又粗鲁地将我拉到一边 说 你不要和他挨得太近 我皱起眉 这和你没关系吧 成树白苦笑了一声 笑容有些悲伤 我知道你不想理我 但是我真的是在帮你 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看你吗? 说完又将手机对向我 上面是几张图片 几张我和老爸姿态亲密的图片 而图片外有许许多多的评论 其中循环不止的包养 看起来格外眨眼 我彻底冷下脸 而这时 偏偏赵清怡又和一个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 这个中年男人我见过 是赵清怡一直仰仗的副校长 赵清怡跟在副校长身后 表情特别神气 副校长却有些不耐烦 上上下下瞥了我一眼 你说的被老男人包养的学生就是他 赵清怡连忙点头 说自己亲眼所见 副校长似乎很忙 敷衍地点了点头 又对我说 学校的风气不容你破坏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然后退学 说完 他看见了我爸 眼神一下子亮起来 挤大步走到我爸面前 点头哈腰道 林先生 很荣幸很见到您 感谢您对我学校的支持 我爸点了点头 又指向我 你刚刚和他说什么 副校长连忙端正脸 一脸严肃地说 那个女学生作风不正 和校外年长男性有暧昧关系 所以我刚刚在劝他退学 我听说 令爱也在我们学校 您放心 我一定会肃清学风 给令爱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 我爸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侧头问 你说什么河水 程慕白副校长以为我爸想听八卦 连忙转头看赵清怡 不满道 你不是说有照片吗? 林先生要看你快拿出来 赵清怡整张脸都白得不像画 好半赏才艰难指着我爸 照片上的男人就是他 副校长也白了脸色 但他还想补救 连忙对我爸慌乱道 既然是您的爱人 那肯定学校不会计较 那是我女儿 我爸冷冷地打断她的话 副校长顿时就哑了声音 赵清怡更是惊恐地向后退几步 我爸的声音质地有声 全场其实都在偷偷关注我们这边 所以都听到了我爸的话 成述白天过头 语气艰难 林先生是你爸爸 我慢条斯里地理了一下病脚 嗯 我随母姓 场上响起嘻嘻嘻嘻的私语 池若生也太牛了吧 居然是林先生的女儿 她可是福布斯上榜的顶级富豪 听说她老婆也就是池若生的妈妈 是全国最出名的医药学博士 她真低调 我要是有着家事 我能横着走 那些欺负她的人怎么敢呢? 这时 副校长忽然回过身 一巴掌重重地扇在赵青仪脸上 她十分愤怒 叫你一天惹是生非 我干脆算了 我爸拦住副校长准备扇第二巴掌的手 行了 大人不好 我只想让诽谤我女儿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否则答应给贵校的赞助金恐怕会出问题 此话一出 副校长的脸更白了 她一把甩开赵青仪 有点害怕地说 是是是 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的 让你满意 说完瞪了一眼赵青仪后 抬脚离开 而赵青仪像是意识到什么 恐惧地连忙爬起来 追着她的脚步离去 副校长的行动能力很强 一个下午就追查到了偷拍图片和散播谣言的人 是赵青仪 赵青仪是她亲手带进校门的 而劝退申请也由她亲自签字 赵青仪被学校开除时 李强的电话打过来 持弱声 你救救我们家 我给你磕头了 刚一接通电话 对面就传来李强的哭嚎 小时候你快打死我时 我也是这么求你的 李强的声音顿时哑住 过了会她打自己巴掌的声音 都怪我 是我狗眼看人低 持弱声 你放过我们这一回 要我干什么都行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你们付出代价 李强呼吸一停 然后语气变得凶恶 持弱声 你别给脸不要脸 把我逼急了 我弄死你 我笑了两声 讥讽道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不然也不会打电话求我 听说你把李成都打残了 他估计恨不得砍死你 更别提为你养老送终 还有李倩宇 等他度个假回来发现什么都没了 你什么资源都不能给他的明星梦彻底碎了 你猜他会不会恨你 哦对 还有李芬 估计已经跟人家跑了吧 听着李强的气息越来越重 我知道他一定气得快要晕厥过去 持弱声 我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会吧 那个律师说完至少要坐十年牢 我真的承受不住 李强最后竟然哭起来 我丝毫不为所动 善恶皆有报 李强 你做过那么错事 到牢里去忏悔终生吧 说完我一把挂断了电话 挂完电话 我发现成木白站在我身后 像是等了我很久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李叔叔出事 我爸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他想把我送到国外 我静静看着成木白的眼眶 越来越红 我知道你巴不得我走 我这几天想了很多事 从以前想到现在 发现自己好像做错了很多事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丢下你 那天你被赶出去 我带着礼物赶到 其实最真实的意图是想带你走 你只要再求我一句 我就会答应收留你 可是你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我追出去 发现你上了一辆劳斯莱斯 我追上去怎么也追不上 成木白狼狈地擦了一把泪 昭地 我只认你叫昭地 这辈子使我对不起你 使我混账 所以我不能再不听你的话 我会走得远远的 不惹你心烦 我叹了口气 你走吧 成木白抿了抿唇 勉强扯出一抹僵硬的笑 我走了 昭地 祝我们不再见 铁人舞相比赛一晚 我居然登上了各大高校的热搜榜 因为我包揽了各个运动项目的第一名 而且自带传奇故事 学校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我 在局训结束的时候 铁人舞相的奖杯也被颁发给我 我是冠军 而顾云生则是亚军 颁奖结束后 顾云生看着我笑 耻弱声 听说大学很好 恭喜你来到大学 我笑了 也恭喜你来到大学 接着我和顾云生互相碰了个杯 大学正式开始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丈夫买了价值六万元的大钻戒 层层包裹藏在抽屉里 我无意中翻出这个惊喜 内心深处无比欣慰 当初嫁给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子 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然而 我心疼他赚钱不易 想要把钻戒卖掉 给他换块名牌手表 拿着钻戒到珠宝店里说明来意 导购一席话 让我惊呆了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人间烟火》 夏末初秋的午后 窗外的缠鸣断断续续 我正坐在店里发呆 一杯连心茶喝了半天 却无法消除掉心底的胶着和忧愁 老板 这件内衣是咱们店里最贵的吗? 正愣神 有顾客上门了 来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一身性感装扮 吊带 领口很低 露出傲人的事业线 她瞥了我一眼 静止朝着高端货架走去 一件件翻下来 不看质量 只看价格牌 最终 这件售价五千元的振电之宝入了她的法眼 拉起门脸 女孩毫不扭捏地将吊带一拖 我都忍不住惊呼造物主的神奇 骑马一照杯 纵使我卖了那么多年内衣 也不常见的尺寸 这款按摩调整型内衣 是国外最新科技 最适合你这样傲人的身材 我实话实说 想揽下这扇大生意 女孩笑了笑 傲慢地伸出手 意思让我伺候她 换上试试 可就这一个动作 我却差点惊呼出声 她手上戴的这颗方形钻戒 我似乎在哪儿见过 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当我看见那枚闪耀着璀璨光芒的钻石戒指静静藏在老公抽屉的最里层时 这句广告语瞬间闯入脑海 它那么大 那么闪 美好的像是一场启蒙 反射出的光芒刺痛了我的双眼 那一瞬间 泪水鼓鼓流下 为老公的痴心浪漫 更为自己的苦尽甘来 我叫张慧 是一名个体经营户 多年的操劳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这些年忙于生意 不注意保养 皱纹和斑点早早爬上了脸庞 我把戒指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的手上 大小正好 可常年搬运货物 粗糙干瘪的手指实在配不上这一抹熠熠生辉的光 但我还是心满意足 无论配与不配 相信都是老公的一点心意 像当年我们结婚时一穷二白 我家从小重男轻女 我毅然决然拒绝了父母介绍的殷石人家 因为就算彩礼给得再高 也是将来为弟弟娶媳妇准备的 一星半点而也落不到我自己手里 换来的是父母暴怒将我暴打一顿赶出家门的下场 而老公林薇嘉则更奇葩 他的父母独宠家中老小 也就是他弟弟 而他结婚这件大事 在家里甚至不如弟弟得了感冒来的有分量 家里穷 你们有手有脚的 要结婚自己去挣钱 我们可是一分都拿不出来 还记得第一天上门去见林薇的父母 他母亲将头天的圣菜热了热 丝毫没有宾客上门要招待的样子 他父亲外出打麻将 甚至连面都没有露 我把话摆在这里 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娃 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管你是取天上的神仙 还是山里的妖精 更与我们无关 以后养老我也指望你弟不会来牵扯你们的 听亲生母亲说出这句话 林薇当场红了眼眶 本也不指望父母给些什么 他当年心心念念 只想给我买个戒指 哪怕是小小的速圈金戒指 也算是我俩百年好合的见证 就这样我们俩像一颗藤上接的两个苦瓜 烟头搭脑地离开不被当人看的原生家庭 来到城里讨生活 随行的只有两床补丁落补丁的破被子 我们俩将被子铺在避风的桥洞下 一个馒头分成两顿吃 他总是把有限的榨菜留给我 才熬过最初那一段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日子 后来凭借舍得花力气 我们总算在寒冬到来之前租到了一个小小的单间 再后来 我们开始走街串巷卖内衣和针头线脑 直至有了自己的内衣店 想起当年自己一个人去广州拿货 舍不得那点运费 几十斤的大包自己一个人扛 怕被偷 在火车上三天三夜不敢合眼 等我有钱了 第一时间就给你买个戒指 搏金带钻的 弥补你这些年跟着我颠沛流离的辛苦 这些年我们生意做得不错 或许是有了底气 反而更加精打细算 我迟迟没有同意林薇给我补买一个戒指的提议 心想有彼此就什么都够了 没想到就在结婚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夕 居然发现他藏了那么大一个惊喜 戒指旁的小票上我看见这枚戒指的售价六万块钱 一想到那么昂贵的东西 应该就是老公偷偷藏起来给我的纪念日礼物 我的心脏砰砰跳 又惊又喜 可更多的是心疼 六万元 我们得卖多少件内衣才能存够啊 孩子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一时间我的那点喜悦烟消云散 不行 这么贵的东西戴在手上 怕是连手都不敢抬了吧 我关上盒子 默默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戒指退掉 老公不是早就想换块手表了吗? 男人在外面跑生意 手表是脸面 想到这儿 我心里甜蜜蜜地照着发票上的地址 我找到了这家位于市中心的珠宝店 第二钻戒难事一生仅能定制一枚 高大上的广告语吸引眼球 我走进明亮的店面 局促地拿出那个硕大的首饰盒 我老公给我买的结婚十七周年纪念礼物 但是这太贵了 我想退货 第一次进珠宝店 我局促地说完诉求 漂亮的导购很有礼貌 她戴上洁白的手套 才小心翼翼打开盒子 这位女士戒指是我们店里卖出的没错 只是她将戒指举起 拿到灯光下对照 然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对不起 我们退不了 您仔细看看这里就明白了 怎么那么贵的东西 你说退不了就退不了 我有些着急 但还是按照导购的指引细细打亮戒指的那圈 突然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戒指那圈刻了一行小小的字 送给我的一生挚爱 蒙蒙 实在抱歉 要是没有专门定制刻字服务 戒指可以退货 可这刻了字的东西 我们就没办法二次出售了 导购满脸抱歉地将戒指再次装进盒子里递给我 您看老公多爱您 可能就是怕退货 干脆把您的名字刻在戒指上 您就接受这份心意吧 导购的笑容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耳边全是嗡嗡响的杂音 心中只有一句话 萌萌是谁 我魂不守舍地回到家中 对这枚戒指的来历和即将面临的去处百思不得其解 萌萌一听就是个女人的名字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起夫妻十七年 我和林薇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我一直觉得夫妻本是一体 能一起吃苦就能一起享福 没想到如今破天的富贵来了 却似乎没有到我的头上 转眼 十七周年结婚纪念日到了 林薇神神秘秘地拿出了礼物 一台扫地机器人 老婆 我对你好 有了它能减少你做家务的频率 以后可不要再说我不懂浪漫了 她大口大口吃着我做的饭菜 丝毫没有察觉我眼中的泪光 吃完后 她换了身衣服 转身就走 说是与人约了谈生意 我颓然坐在餐椅上 看着一桌的残羹冷制 突然意识到老公已经把这个家当成了免费的食堂和旅馆 高兴了回来吃 偶尔回来睡 而我像一个摆设 空有老婆这个头衔 却享受不到半点好处 对镜自照 自己这张苍老的面孔 怎么比得上外面新鲜水灵的小姑娘呢? 看着店里每天叽叽喳喳来买内衣的女孩子们 她们出手阔绰 很舍得投资自己 再看看自己穿的 通常是不好卖的老旧款式或残刺品 我从不在外貌上过度在意用来吸引老公的目光 就像我坚信她不会有二心那样 所以当带着那枚钻戒的女孩出现在我店里的时候 我心痛到无以复加 面对明显挑衅的眼神 我甚至不敢多问一句 大姐!这一款现货有几件? 我男朋友就喜欢看我穿巨拢型的 说是看了欲罢不能别管卖五千还是一万 我男朋友都愿意买给我 她们眼如丝 再次抬起手示意我伺候她宽衣 我脸色铁青 面对赤身裸体打上门来要舞扬威的情敌 脑子像是当场当机一般 你走吧 我的店不做你生意 我挥挥手 这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发作了 除了将她赶走 别无办法 有钱不赚 果真是傻子 她慢条斯理地穿回自己的衣服 满脸不屑 没关系 我让我男朋友到别的地方调货给我 没啥了不起 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 我无助地蹲在地上 想当年我和林薇第一次来到城市 也是这样蹲在马路边 看着满大街郡南靓女 车水马龙 憧憬着未来 也为接下来的日子忐忑不安 只是当时两个人蹲在一起 就算前路漫漫也有个伴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 可能将来也只剩我一个人了 小三上门挑衅的是不知道林薇知不知情 只是那天之后一直对这件事犹豫不决 或者说没有勇气捅破窗户指的 我突然就下了决心 大家都以为我是准备开分店了 店里难得忙碌起来 看货 参观代工厂打板 准备新的商标和名称 我又找回了当初刚刚开始做生意的忘我和冲进 虽然已经年四十多 但爱上尽心是最好的营养品和退黑素 李薇那边彻底放飞自我 已经很少回家住了 我的冷淡反而为他增添了不再回来的借口 而我乐得清静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三个月后 我将儿子送到寄宿中学 嘱咐他好好照顾自己 留下一个信封走了 信封里是这么多年来 家里点点滴滴地注意事项 我事无巨细一一写 好像是对过去的自己和这个男人做最后的交接和道别 林薇的母亲违背了当年的诺言 眼看我们两口子开始发迹 而小儿子却因为坐监犯科 把监狱当成了家 早就一转头来投奔我们 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照料 儿子还未成年 且马上面临高考 学校补课 营养样样要人管 这些年也一直是我在操心 最后是店面 虽然名义上林薇是老板 但我付出的心血远远比他多得多 如今我撂挑子了 这些烂摊子就留给他的莺莺艳艳来接手吧 十七年 我们房子越换越大 满屋的东西都是我一点一点置办的 可如今要走 我的行李却只有一个大箱子 我不爱珠宝 不爱漂亮衣服 更不爱打扮自己 本以为自己贤惠 实际上你不花老公的钱 自有别的女人替你花 这反倒成了老公不再爱我的理由 你看多蠢 最后 我在信封里装进一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看这个家一眼 我关上了门 何必又于厨房与爱 外面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我 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重新开始 有了之前的经验 二次创业比第一次顺利很多 这一次我用自己的名字为新的品牌命名 这完完全全是属于我的 而不必依附于另一个男人 一年后 生意上了正轨 我也放下心结 开始爱自己 投资自己 四处旅行 这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状态 然而 当林薇失魂落魄地找到我 我的心还是狠狠疼了一下 她看上去苍老了十岁 头发白了一半 瘦骨临寻 没了之前的义气风发 老婆 求求你回来吧 她带着哭腔 为雨泪先流 从她断断续续地描述里 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她的萌萌如愿入住我们原来的家 还在内衣店当上了老板娘 可谓是前人栽树 后人成梁 原本一切都美滋滋 可这大小街不懂经营 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 白天不开店 只想着逛街买奢侈品 渐渐地 店里留下一屁股烂账 险些倒闭 林薇只好每天守在店里 成了名副其实的店员 儿子对父亲恨之入骨 老母亲每个月要寄的药 弟弟什么时候探视林薇一无所知 因为烦乱而焦头烂额 一天深夜回到家 小女友早已呼呼大睡 冰箱空空如也 外卖餐盒堆了一地 而林薇连见喜干净的内衣都找不出来 她发飙了 小女友被人吵醒 大呼自己找那么大年纪的男友 就是为了享福的 家务一点不干是应该的 想要免费保姆 把你家黄脸婆找回来啊 小女友扬长而去 留下了刷报的几张信用卡 林薇彻底没了心气 老婆 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重要 她抓住我的手 真诚忏悔 是吗? 我也这么觉得 我默默抽回手 留给她一个决绝的背影 见识过豺狼之后 成长的是你 绝不应该是攻击你的人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 我发现了 感谢观看